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React中的生命周期函数 生命周期函数在React中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节课大家一定要用心听课 我们来看,这就是这节课我们要讲的一些内容 乍一看好像很多,不过大家不必担心,你一定可以听得懂 首先我们来说,什么叫做生命周期函数 这个概念我要先给大家明确出来 在这里,大家拿出笔记本来记录一下生命周期函数 指在某一个时刻,组件会自动执行的函数 好了,生命周期函数是指在某一时刻,组件会自动执行的函数 比如说自动调用执行的函数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打开之前我们写的to-do list 大家来看啊,我们这儿有一个render函数 大家还记得render函数什么时候执行吗 当state和props发生改变的时候 render函数会被重新的执行 那么它是自动的被组件调用重新执行的 是这样了吧 所以呢,render函数实际上就是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因为它满足生命周期函数的定义 它在某一时刻,哪一个时刻,数据发生变化的这个时刻 组件会自动的调用执行这个函数 所以render函数就是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讲到这儿,大家应该对生命周期函数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 你也应该学会我们说的第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叫做render函数了 好了,那么我们再看constructor算不算一个生命周期函数呢 我们来看它的定义 它在某一时刻,组件会自动的调用它来执行 好,当组件创建的这个时刻 constructor是不是会被自动的调用执行啊 肯定是会被自动的调用执行的 所以呢,我们说constructor 如果你把它理解成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可以不可以 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constructor这个东西并不是react所独有的 它是ES6语法中就带的一个函数 所以呢,我们不把它归类到react的生命周期函数里面 但是大家要知道constructor 其实和react的生命周期函数没有太大的区别 它也是在某一个时刻会被组件自动调用的一个方法 那它在哪一个时刻被自动调用呢 它在组件一创建的那个时刻被自动的调用 好,接着呢,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张PPT 对于一个react组件来说 它呢,会经历一些过程 我们一个个来讲 initialization指的是它的初始化过程 这个时候呢,这个组件会初始化自己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props,比如说state 那我们的组件里面 在哪里做的初始化呢 其实constructor就是我们初始化的这个位置 那在这里呢,你会去定义state 会去接收props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 初始化之后呢,我们说一个组件要被渲染 然后呢,挂载到页面之上 所以呢,它会经历一个流程 叫做mounting mounting呢,就是挂载的意思 所以它呢,当初始化之后就会去挂载 大家可以看到啊,挂载它会经历几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我们没见过,先不说 第二个周期是怎么样 就把我们组件的内容render到页面上 然后呢,进入到第三个流程中的部分 好,我们之前只讲过render这个函数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mounting,也就是组件第一次将被挂载到页面的过程之中呢 它还会有两个生命周期函数 一个叫componentviewmount 一个叫componentd的mount 那我们来写一下,看一下啊 我们随便找到这个todolist这个组件里面 写一个方法叫做componentviewmount console.log一下 componentviewmount 好了,这里我要跟大家说 componentviewmount也是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那它就符合生命周期函数的定义 它在某一时刻会自动的被组件所调用 那它在哪一个时刻会被组件自动的调用呢 我建议大家在听这个课程的过程中呢 拿出小本做一个笔记 componentviewmount在组件即将被挂载到页面的时刻执行 当组件即将被挂载到页面的时刻自动执行 大家想,它即将被挂载到页面 它有没有被挂载到页面上呢? 它还没有,也就是说呢 马上就要被挂载到页面 还没有被挂载到页面这一时刻 componentviewmount会被执行 我们写完了之后呢 保存一下到页面上来看 打开控制台,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componentviewmount 首先它会被自动的执行 那我们呢,要去教验一下 它是否是在页面挂载之前被执行的 我们可以怎么去尝试呢 我们可以在render里面console.log一下 render Render是负责页面重新渲染的 componentviewmount在渲染之前被执行 所以呢,它应该在render之前被自动执行 保存一下,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componentviewmount先被执行 render后被执行 OK,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componentviewmount这个方法 大家就了解了 它是一个会被自动执行的方法 它是在组件即将被挂载到页面之前执行的一个方法 与之对应 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componentviewmount 建名之意 组件被挂载了 也就是它会在组件被挂载到页面之后 自动被执行 我们保存一下 来到页面上 刷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呢 页面渲染之前 先是componentviewmount 然后页面渲染 紧接着componentdeatmount 表示页面第一次被加载完成了 好了 讲到这里 我们回到PPT上来看 大家就可以理解 mounting这部分的内容了 大家记得啊 componentviewmount和componentdeatmount 什么时候执行 它只在页面被挂载的时候 会被执行 那componentviewmount是页面挂载之前 先执行 render函数去做页面的挂载 那componentdeatmount是挂载之后 会被执行的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接着我们呢 回到我们的页面上来看啊 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componentviewmount 那componentdeatmount都执行了 我把它先清空掉 再重新的输入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当你在重新输入内容的时候 只有render函数会被重新执行 而其他的这两个函数 并不会被执行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 componentviewmount和componentdeatmount 只在挂载的时候被执行 挂载是什么时刻呢 也就是组件第一次被放到页面上的时候 这个过程叫做挂载 所以一般一个组件 在页面上展示的时候 componentviewmount和componentdeatmount 只会在第一次被执行 也就是说第一次挂载的时候 这两个生命周期函数会被执行 接着我们来说 打开PPT mount指的是组件 第一次挂载到页面的一个流程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组件的一个流程 叫做updating 也就是组件更新的流程 什么叫做组件的更新呢 我们到页面上随便写一点代码 大家看我在input框里写代码的时候 组件里的内容是不是就在被更新啊 我们要用setState去改变input value的值 这个过程之中呢 我们其实是在更新组件里的内容 好 提交按钮 点击提交的时候 我们再往这个list里面注入数据 页面也会更新 那么这个更新的过程 我们都把它叫做updating 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PPT来看 在组件更新的过程中 也会设计一些新的生命周期函数 首先呢我们来看啊 组件更新发生在什么情况下 要么你的props发生了变化 要么你的states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 页面的更新会被执行 大家可以看啊 当props发生变化 和state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的这个流程略微的有点不同 差异差在哪呢 当props发生变化的时候 有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叫做component will receive a props 会被执行 这个东西呢 在state发生变化的时候 好像并没有被执行 所以呢它的差异就在 这么一个函数之上 我们呢把这个函数 放在最后来讲 我们先讲 无论state发生变化 还是props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们有一些共性 它们呢都会去执行一些 共有的生命周期函数 第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叫做什么 叫做should component update 我们来写一下 在component didn't want 后面我们来写一个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console.log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然后呢我们要写 组件被更新之前 它会自动被执行 好大家记得啊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是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那它就符合 生命周期函数的定义 它在某一时刻 会被自动的执行 那么它在哪一个时刻 会被自动的执行呢 它的组件被更新之前 会自动的执行 那我们试一试啊 首先我们到页面想刷新 这个时候页面首次挂载 component view mount render component dead mount 会被执行 当我述内容的时候 大家来看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是不是被执行了呀 好 所以呢 当组件即将被变更的时候 它会被执行 但是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要求你返回一个 bool类型的返回结果 我们呢可以在这里 return一个 should 保存 回到一面 我们再输入内容 我清一下 大家看啊 我输入内容的时候 每一次输入内容的时候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都会运行 所以它在 组件更新的时候 更新之前 会被运行 但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为什么要返回一个 bool值呢 好 你看这个函数的命名 大家就知道了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我更倾向于把它发音成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你的组件需要被更新吗 好了 如果你返回force 大家来看啊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刷新 清空 大家来看 我在这里竖直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每一次我需要更改 这个组件吗 你的这个 生命周期函数 都会被执行 然后你都返回了一个false false的意思就是 我不需要更改 我的组件 相当于 你对这个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做了一个回答 组件需要更新吗 你回答是 不需要更新 于是 不管你在这个 input框里 输入什么内容 你都告诉组件 我不要去更新 这样的话 组件就不会更新了 所以你在这里输入内容 页面就不会产生 任何的反馈 好 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在这 返回一个true 那么之后呢 我会给大家讲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如果一直返回true 好像没什么用啊 那它什么时候 返回false呢 我们稍后的课程 会给大家讲解 你先知道 在组件被更新之前 有这么一个函数 它要返回一个true和false的值 来决定组件之后 是否要被更新 tue就是要更新 false就是不要被更新 保存 回到我们的PPT 然后来看 当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 tue的componentupdate 会先被执行一次 如果你的这个函数 返回是false 那么后面的函数 都不会被执行了 也就是说 到这儿 你告诉组件 我不要被更新了 那下面的流程 都不会再去走了 所以这块呢 会有一个插号 你返回false 就跟下面的这个流程 没关系了 但是 如果你返回true 意思是什么 数据改变 你告诉react这个组件 我接着需要被更新 那么 它就会继续往下面 走下面的几个 生命周期函数 第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叫做componentviewupdate 回到这里 我们来写一下 componentviewupdate 这里我们写一个console.log componentviewupdate 那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什么时候会被执行呢 它是组件被更新之前 它会自动执行 但是它在数的component之后 被执行 如果 如果 shouldcomponentupdate 不写 换一行来写 如果 shouldcomponent 稍等 我们写在这里啊 如果 shouldcomponentupdate 返回true 它 才 执行 如果 返回 false 这个函数 就 不会被 执行了 这个流程 大家要 理解 看这张图 就是这么回事 你的component viewupdate 是否执行取决于shouldcomponentupdate的返回结果 如果 返回 false 那下面根本就没它什么事了 如果返回 should呢 componentviewupdate 才会执行 那么我们回头来看 在这里 我们写了一个componentviewupdate输出componentviewupdate 我们回到页面下 刷新 好 第一次渲染的时候 componentviewmount rendercomponentdeedmount会被执行 接着 我去改变state的内容 也就是输入一个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shouldcomponentupdate 先会被执行 然后 componentviewupdate会被执行 OK 所以呢 componentupdate执行的时刻 大家要理解 它是什么时候执行呢 它在 组件被更新之前 shouldcomponentupdate执行之后 这个时间点上 被执行 接着 我们再去看这张PPT 当componentviewupdate被执行好了之后呢 什么函数会被执行啊 render函数会被执行 这个时候页面 知道数据发生变化了 知道自己要改变了 然后呢 render函数就去重新渲染虚拟DOM 渲染真实的DOM 把页面进行了更新 一旦更新好了之后 最后一步 componentD的update 生命周期函数又会被执行 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组件里面 再写一个函数 叫做componentD的update 保存 我们写下它的运行时刻 组件 更新完成之后 它会被执行 OK 写到这儿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上刷新 一开始 不必说 数一个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当你的组件 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啊 它有几个内容 会先后的被执行 首先呢 数的componentupdate 然后componentviewupdate 之后页面会重新的渲染 渲染完成之后 componentD的update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会被重新的执行 所以呢 讲到这儿 回过来 PPT里的这部分内容 大家也应该理解了 当我的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 组件里的这些函数 会被自动的调用 大家可能觉得啊 这里的东西有点多 其实呢 你不必太纠结 最核心的概念 大家只要理解一个东西就行了 什么东西 什么是生命周期函数 生命周期函数 就是在组件运行的某一个时刻 会被自动执行的一些函数 那这里面呢 我们接触了几个了 接触了 一个 componentwillmount vendor两个 然后呢 componentdidmount三个 shootcomponentupdate四个 componentwillupdate五个 componentdidupdate六个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 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什么时候会被执行 好 回到我们的代码之中 我在这里 to do list里面 再写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写在哪呢 写在这吧 component will receiveprops console.log 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上 刷新 好 第一次渲染的时候 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不会执行 然后我输入内容的时候 哎 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大家来找一找 也没有被执行 再说 依然没被执行 那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什么时候会被执行呢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啊 它有一点特殊 大家来看啊 我的to do list 这个组件 并没有接收任何的props 也就是说呢 它是一个顶层组件 它没有副组件了 它也就没有接收到 副组件传递过来的 任何的这种props参数 所以对一个组件 如果它没有这个props 参数的情况下呢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是不会被执行的 那我们呢 可以把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一个位置 我们说生命周期函数 是存在于每一个组件里的 所以to do list里面 可以有生命周期函数 to do item里面 可不可以有生命周期函数呢 一样可以有 我们可以在to do item里面 去写一个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大家看啊 to do item这个组件 它从副组件里面 接收了很多个props参数过来 所以呢 在to do item里面 你去写一个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它是会被执行的 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 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可以写一个 child 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然后到页面下刷新 清空 当我输一个a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的内容 没关系 但是当我点击提交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时候呢 我说竖的componentupdate componentwillupdate render 这是副组件 重新进行了渲染 好 没关系 这个时候呢 我再点击一个b 大家可以看到 child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就会被执行了 那么从这个例子之中呢 我们依然无法去感知到 child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它的执行时刻是什么 那我呢 这里就直接用文字 给大家进行了描述 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什么时候会被执行呢 当一个组件 从副组件 接收了参数 这是第一个条件 首先 一个组件 要从副组件 接收参数 这是一个条件 然后呢 它的执行时刻是什么 只要副组件的 Render函数 被执行了 子组件的 这个生命周期 函数 就会被 执行 好 首先我们看啊 我们的这个 todoitem组件 符不符合 第一个条件 它从副组件 接收了参数 这是没问题的 它接收了好多个参数呢 那它的这个 componentwillreceiveprops 什么时候执行呢 当副组件的 Render函数 被 这里呢 我应该加一个 重新执行了 那子组件的 这个生命周期 函数 就会被执行 好了 有了这个 说明之后 我们再来实验一遍 大家来体会一下啊 刷新 我们清控一下 我呢 先输出一个 A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我点击提交 componentwill receiveprops 并没有执行 大家先确认一下 这里并没有 componentwill receiveprops 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 现在我有这样一个 Hello World的子组件 我们来看这个组件 它呢 第一个条件是满足的 它呢 从副组件接收了参数 但是 它的第二个条件 是不满足的 第二个条件呢 这么去写 可能同学们 有点不太理解 我可以换一个写法 如果这个组件 第一次存在于 DOM 或者存在于 副组件中 不会执行 如果这个组件 之前 已经存在于 副组件中 才会执行 然后呢 我把 上面这段话 去掉 大家换成下面这句话 理解 就会简单一些 好 一个组件 从副组件 接收参数 它已经满足了 但是 这个组件 它存不存在于 副组件中啊 这个组件 是不是第一次 存在于副组件中 我们呢 回过头来 来给大家去 重新感受一下 当我输一的时候 点击 提交 这个组件 是第一次 在页面上被显示 所以呢 它符合 上面这种条件 这个组件 第一次存在于 副组件中 它是不会被执行的 所以下面这个函数呢 它是不会被执行的 那假设 我在网这里 大家看啊 我庆一下 网这里 述一个内容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为什么 Chill的 component will receive props 就会被执行呢 因为 首先 它满足 第一个条件 从副组件 接收了参数 同时 这个组件 之前 已经存在于 副组件中了 所以 这个子组件的 component will receive props 就会被执行 所以 component will receive props 这个东西呢 它是相对于 比较复杂的一个 react 生命周期函数 大家呢 回头来 自己写些demo 要把它 消化掉 最后呢 我们再来说 剩下的最后一个 生命周期函数 叫做什么呢 叫做 component will unmount 大家可以看到啊 当主架发生 更新时刻 这个时候 所有的生命周期函数呢 我们都讲完了 我们最后呢 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unmounting 这个过程之中 有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叫做component view unmount unmount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想一下 mounting 指的是页面挂载 也就是说呢 把一个dom节点 或者说把一个组件 挂载到页面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unmounting呢 指的是 把这个组件 从页面上 去除的一个过程 我们回到代码里面 在这个todoitem 这个组件里啊 我去写一个 生命周期函数 叫做component view anmount console 叫log component view unmount OK 那么我来写下 它的执行时刻 它是什么时候呢 当这个组件 即将被 从页面中 剔除 的时候 会被执行 这里呢 为了大家 看起来清楚一点呢 我可以在这儿 加一个child 说明这是 子组件的一个 生命周期函数啊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 我们的页面上 刷新 好 一开始呢 大家去分析一下 整个的流程啊 首先 副组件 component view unmount render component dmount 把整个的 这个副组件 渲染出来 接着呢 我输入一个内容 好 输入的component update 副组件 询问 是否要被更新呢 你这里 写的是一个 返回的是一个处 接着呢 它会去更新 然后去渲染 没问题 component d的update 说渲染成功了 一就显示出来了 接着呢 我们清空 点击提交 这个时候 提交完成之后呢 副组件又去重新的 询问是否要更新 诶 副组件又重新的 更新了一次 没问题 好 这个时候页面上呢 我已经有了一个 资组件了 资组件里面 我写了这样的一个 生命周期函数 叫做component viewunmount 当你把这个资组件 从页面中 移除的时候 在还没有被移除的 那一瞬间 component viewunmount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会被执行 我们点下这个组件 大家可以看到啊 首先副组件 询问是否要被更新 诶 要被更新 然后副组件 重新渲染 好 副组件重新渲染的时候 渲染到这个资组件 的时候 资组件呢 要被移除 所以资组件 就自动的被移除了 那么在被移除的 这瞬间呢 资组件的component viewunmount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就会被执行 所以呢 大家应该知道 资组件的 或者说组件的 component viewunmount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什么时候 会被执行啊 是这个组件 即将被从页面中 移除的时候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就会被执行 好了 讲了这么多 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这个PBT 我还要带着大家 再来复习一遍 因为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很多 对于新人来说 也比较难理解 所以我们呢 多讲几遍 带着大家 仔细的去 分析清楚 好 首先 页面初始化 constructor里面 去做props和state的 一些设置 然后 组件要被挂载 到页面之上 在挂载的过程之中呢 有三个函数 会被自动的执行 首先会执行 component viewunmount 接着会执行 render 接着会执行 component deedmount 然后呢 假设当组件 发生变化的时候 数据发生变化 页面就会发生变化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其实 一些函数 会被自动的调用 首先调用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它能返回true的话 那继续往下走 返回false的话 直接就停掉了 如果它返回true 首先会走 component viewupdate 然后再走 render函数 然后再走 component deedupdate 好了 假设一个组件 从副组件 接收 props参数 当副组件 重新渲染的时候 子组件的 component viewreceive props 会被执行 最后 当一个组件 要从页面上 被移除的时候 这个组件 对应的 component viewunmount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会被执行 大家呢 回去自己可以多写一些生命周期函数的例子 来去做一些测试 那最后呢 我给大家去讲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说 副组件 to do list里面 有一个render函数 我们找一下 在这里 我们输出了一个render 我们可以写一个parent render 子组件里面 render函数也存在 那我在这里呢 可以写一个console.log childrender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下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没有子组件 所以一直render都是parent render 当我有了一个子组件之后 副组件的parent render 负责渲染副组件 它会执行 而子组件的render 那是负责渲染子组件 它也会执行 那讲这个是为了说明什么呢 为了说明的是 我们说的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它是针对于组件来说的 每一个组件都可以有这么多的生命周期函数 不是只有最外层的副组件 才有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是每一个组件都可以有这些生命周期函数 好了 那么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下节课 我会给大家讲解 True的component的update 这个True和Force 它在实战中的一些使用场景 大家加油